嘉義市嘉義行善團目前捐贈了1000包的利青包给华連施工所 市長魏嘉賢感谢徐文志、李市長以及李監事的成員们 他说这批利青包将作为检疫修铺路面使用 而各里的路面若有小面积坑洞 李长或李明可以洽询施工所建设科来派员处理 嘉義行善團由李市长徐文中带领干部 从嘉義开了6个小时车来到花莲施工所 要捐贈1000包的利青包 让花莲施工所修缮补贫道路 我们行善团在嘉義云嘉南那边 我们一直是造桥补入 那为什么我们要补入 我们因为有时候常常因为有一些风灾之后 那么道路的一个回损 那提供用利青包的方式 我们可以及时的来做一个修补 能够确保在行人以及交通上面的一个安全 那往往有时候在乡间的这个地区 因为有一些道路的回损 没有办法及时修补的时候 常常发生一些人命上面的一些安全的问题 所以我们嘉義行善团 照桥步入 我们以这样的一个善行一局 能够来提供大家一个行的方便 这是我们嘉義行善团 今天特别到花蓮市这边来 一方面对我们卫市长表达这个感激以及支持之外 我们也来提供我们地方这样子的一个方便的一个服务 市长魏嘉玄感谢嘉義行善团的热心一举 这一千包利青包的益柱 将更有效帮助花蓮市工所整平市区巷弄道路 那今天谢谢嘉義行善团 长途拔设从嘉义开车 然后由理事长领队过来到我们花蓮市 那我们过去跟嘉义行善团的配合 跟合作的关系都非常非常好 那我再次也要感谢理事长捐赠了一千包的利青 那我们知道 其实有很多理长 在我们社区里面都有反映说 有一些检疫的修缮的部分 理长想要来协助来做相关的一个 道路上面的检疫修缮 那理事长也听到这样的声音了 所以今天跟嘉义行善团的理监事伙伴们 共同的来捐赠相关的一个博优利青 那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理长 想要为民服务的一个精神 那再次要谢谢这么多愿意发自内心来捐赠 给我们嘉义行善团的所有的好朋友们 那再次花蓮市长代表花蓮市民 谢谢大家 嘉义行善团表示 通常捐给工部门的利青包最大限量是500包 但因为感受到东部地区 对于原物料需求比其他县市来得高 因此特别捐给花蓮市公所1000包的利青 未来修补路面的时候 不用担心原物料不足 借鲁会幻市报道